嘿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陳豪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全服最強的流川風啊 到底有多猛啊 啊這個是我看的那個巔峰回放 順便講一下呢 我創了一個黑子籃球的line社群啊 這個line的社群 那麼剛創而已所以沒什麼人 那底下有連結了 如果呢你之後會玩黑子籃球的話 可以呢進來這個社群來聊天 看回來遊戲畫面 先到接到球之後 再籃下左顧右盼 旁邊站著兩個人類 最後一個幻影突破 拉到左側Fataway這一球彈框而出 小田搶下籃板之後趕緊交給流川風 藤真尿急抖了一下 讓流川風一個空位出手的機會 想必是非常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喝那麼多水 過不到十分之一炷香的時間 小田就喊說他有大招 現在的大招都累積了這麼快嗎 還沒進去就已經出來了 先到一個後仰 流川用腋下防守球彈框而出球權 又回到了花形這裡 回完場之後 球交給小田大招立馬開起來花形幫忙一個擋拆 目前比分4比0李仙 哇我還以為小田在開玩笑 沒想到真的是這麼快有大招啊 現在這遊戲都是這樣啊 櫻木站的位置呢是非常的明顯 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他想要來一個中投 這邊的是一個wide open的機會把握住了 現在完全不知道遊戲長什麼樣子 所以呢如果有什麼想補充的話可以在底下留言 流川的開始突破一段不嫌多兩段剛剛好再一個 stay back fade away這一球哇直接從了台北永康啊滑到了台南永康街去了 感覺現在突破很廉價啊一下就可以拉那麼遠的距離 先到環影顏色也是一個後仰 fade away 不過這一球呢又彈了出來啊 姿勢一樣但結果大不同 流川風本來要去左邊的中游加油突然想到全國電子在特價 馬上繞回去後仰出手但弧度不美彈框而出球全沒轉換 流川這邊後側之後還能夠再做變換兩段三段 最後拉回來四段五段後仰 天啊哇你說這樣的球員價值五萬塊我也信了 全世界都繞著他打就好了嘛 就這樣瘋狂的後仰一直後仰一直爽 這個後仰已經比星巴威幣還便宜了 現在比分呢是8比2領先著6分 先到持球又開始賊頭賊腦左右晃 最後一個抄劫結束他的晚年 哇天啊我以為會有什麼大招出來 結果是一個被抄環節 我大概呢可以用阿公的彈桿能夠拆除流川風 接下來就是一直後仰 一直後仰一直爽一直爽完再後仰 比分呢已經來到了8分的差距 接下來要追回來啊可能是阿婆生小孩吃拼 來看一下仙道會有怎麼樣的表現 先一個幻影突破之後 上去把球直接分給藤著一個大便蹲 從拳林跑到Costco再把球分回來 最後有櫻木出手被干擾 這個籃板看起來櫻木是擠不進去了 球全呢被小田拿下來 再一個Feldeway又是空位出手 一個Long2 相信你喔你國中的物理老師 吳老師也大概教過你啊 被別人後仰的時候怎麼樣 就給他後仰回去 看起來啊這個是你同學啊 這個流川的名字好熟悉喔 感覺是不是有 應該是不是打過超聯還是什麼的 好我們主人公流川永強直接上去 一段二段被仙道給拆到 但地板球被拿到小田這時候 兩分鐘不到又有一個大招 瞠目結舌啊 這大招速度是快啊 所以小田現在都是打能量套是嗎 懂得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仙道呢突破之後切上去 分給遙遠的櫻木來了 他在天上飛啊 直接雙臂爆扣 Thank you very much 正常NBA球這麼遠的距離 要雙手灌籃其實真的有點難 欸流川的分球是要看人的 不是no looking pace 小田最後一個後仰飛都會受到干擾 但這球居然爬了進去 欸奇怪 他前面兩次大招 所以沒有什麼現在已經沒什麼機智球了嗎 還是怎麼樣 感覺單全應該不太會進 欸這邊藤真呢 用最快的速度飛奔過來 為的就是這一櫃啊 哇一個後仰 讓藤真倒在地上 非常的侮辱啊 這個能夠稱他為腳踝侮辱者 櫻木這裡瞬間得到了一個 wide open的機會 是一個long two 而且把握住了 哇好突然哦 這開局馬上先到 就可以跟他做一個配合 來流川鋒這裡呢 切了進去 這個滯空投籃 欸滯空灌籃有點久耶 是有太久沒玩還是怎麼樣 真的覺得那一 剛剛那一顆滯空的時間很久 來了 右手進 左手出 左手換右手黑龍轉桌 哇 這一招 真的是蠻讓人驚艷的啦 畢竟這麼小小的身軀 哪有這麼大的力氣投球 你當他是熱狗王 欸好幾好幾 籃下一堆人 欸好像早上要搭公車一樣 屁啦 哇 這個小田 怎麼過了大概40秒就又有大招了 現在的小田都是這個玩法是嗎 太狂了吧 仙道費了很大的功夫 最後終於回到原地 然後被操球 欸這個耍了這麼久 然後結果 結果回到原住 然後球被操掉 這很糗耶 目前呢已經差到了14分了 仙道一個假突破 欸最後大招開起來 非常迷幻 但是呢 被花形透給他蓋下來 他是看得透透透啊 藤真的不停的在追趕 劉川鋒 應該是想要抄解 這邊的二段拉桿 被仙道給抓住了 球權呢又拿了回來 這邊仙道不會又被撞停嘛 趕快分出去 不過人家有顯微鏡在抓你啊 這一個火鍋呢 是蓋得相當扎實 劉川鋒一個二段 仙道即時阻止 火鍋大戰一觸即發 一樣的位置仙道又再一次的被撞停 哎呦這一次疼得學乖了 到了中距離的位置 但沒把握住 很可惜 劉川鋒一段兩段三段 到了三分險 到此一游 但沒有投進 球呢被仙道給摘了下來 一幕往外線跑 可惜欠錢被小田給追上 這一球彈了出來 籃板呢 又被對方的雙塔給抓住了 劉川想衝擊 籃框在仙道在後面抓著 他跟小田使一個眼射 後仰FADWAY 這一球受到輕微的干擾 但還是呢命中了 比分差距來到了16分 基本上是孤城無力可回天 就這個中和哲北 感覺也是一個玩很久的玩家 啊對啦 玩到現在基本上都很久了 仙道在外面找不到開火的機會 在籃下來了 傅林肚角超級拉桿 哇這一球呢也是相當的遠 這個仙道看起來像老仙道 所以應該是進階吧 對吧 進階應該就是從這個舊的招式 然後延伸出去 劉川在湖頂接球切到籃下 拉桿分球 小田抓到機會 又是一個後仰空位出手 君 哇這個配合的確是很難防守啊 而且如果他們不是三排 感覺有點難分 最後的仙道二段也是被蓋下來 小田又有大招了 四個大招了天啊 呃現在的小田都是這麼的猖狂嗎 直接四個大招哎好猛哦 阿比呃時間剩下最後的三秒 最後一次的File the way這一球哎彈進去 分差來到16分差 哎太棒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現在的數據啊都會有幾頭幾中 蠻好玩的 哎小田得了14分哦 不知不覺得14分那麼多而且 中頭七頭七中哎天啊 這個奇異次裡面有四個大招吧 我記得還是五個 四五個大招很猛哎 好啦那今天這一部影片到此結束啦 如果你還想要看我這個播報 這種巔峰回放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那我們就可以來多做幾部影片 好啦那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一下youtube頻道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吧 拜拜 以上 我記得了 小店 我們在這邊 我們在请一位 下部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